大家好,我是东哥 现在是早上的五点钟啊 这个哈士基马上就要去新家了 客户是昨天订下的 要求我给他发顺风车 直接送到家里 这个狗呢,之前就没打算卖了 因为确实也那么大了 也不好卖 也养了那么长时间了 就一直和那几个大金毛放在一起养着 身上特别的脏啊 特别的臭 我也没给他洗,没打理 在平台上约顺风车呢 约到了今天早上五点钟的这个车 昨天晚上司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狗特别臭 我本来想着明天给他洗个澡的 你五点钟来接的话 我肯定来不及洗澡了 你只能带走 而且他又是这个SUV 放在后面的话 这个狗那么臭 你能不能接受 他跟我说可以啊 他说没问题 那我好 那你就来接吧 狗已经走了啊 回来以后发现家里面这个养猪的地方一直冒火花 这个电线啊 电线被猪咬断了 还好没把猪给垫死啊 刚把电线接好 这个司机打电话过来了 说要把狗给我送回来 已经跑出去二十多公里了 说这个狗太臭了 他受不了 我本来我昨天晚上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好了 我说这个狗没洗澡 身上都是屎 比较脏 比较臭 你看你能不能行 他说没问题 他家里面也养狗 那我说那你既然不介意的话 你就来接呗 没想到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平台上的运费呢 是150块钱 他已经把运费收了 我说那你你你把狗送回来了 你把运费退给我吧 他退了我145 他退了我135 少了15块钱 这15块钱那是平台扣的 当时我也没有看手机 他直接给我微信转账过来了 等到他走了 我再一看手机 他转了135过来 打电话给他 我说这个运费不对啊 我付了150啊 他说那那那还有15块钱 是平台扣的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就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啊 你平台扣的这个又不是我主动 这个取消的订单 是你自己取消的 对吧 提前我也跟你沟通过 这个狗很臭 你能不能接受 因为你来的时间太早了 我不可能给他洗澡 我来不及给他洗澡的 对吧 你现在把狗带到带出去 二三十公里了 你又回来 给我送回来 哎 后来想想算了吧 他呢也是 来回跑 也浪费油钱 也耽误时间 我呢 狗还没有发走 送回来就送回来呗 我给他洗个澡 然后再重新约车吧 本来这个哈士机 我都没有抱希望 再把它卖出去啊 因为养了那么长时间了 一直也没有卖掉 本来是想着 干脆就做个活动 比如说什么免费领养啊 或者是买两包狗粮啊 就送掉了 就这样子 专门做一期视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昨天这个客户联系到我 就是 看上了这只狗 想要这一只 这只狗 昨天晚上刚刚卖掉 今天就有好几个人 加我微信 要买这只狗 有时候事情 就是那么怪啊 你想卖的时候 甚至是亏本 做特价 甚至免费送 都送不掉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 给它买走了 接着 就是好多人都过来 要买这只狗 事情 做生意啊 本来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手里面有什么狗 它就是不要 然后我手里面没有的 它反而一直在要 等我手里面有了 它又不要了 所以现在 我也基本上 不怎么压货啊 有客户要什么狗呢 我就去给它找 像这只边木 是我自己手里面的 今天也给它发走了 发到山东灵异啊 也是约了个水风车 比较近 哈士基 也是下午 下午又约了一个车 到博州的话 也很近 两三个小时就到了 好啦 都去新家 享福去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